过去几年一字组抄小米系统卡 问题多了朋友们 大家好我是雷军 过去一年我把金帆关在小黑屋 都让他给我狠狠挑软件 我说这代软件要是还翻车 你就不要出来了 你要是敢出来 我到时候就看着小米苏西创 如果最近各位路过小米之家 应该能看到小米15系列的口号是新起点 新起点这个宣传语真的非常有意思 就按照常理来说 小米15系列 它不是一个什么周年庆期间 也不是当年冲高端的开始 它只是一个常规更新 小米其实根本没有必要扣上这么大一个slogan 这么说的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小米知道在过去好几年的时间里 它的产品是有一些问题的 小米希望通过这款产品 去解决过去几年一流的一些问题 Hello大家好我是HK 就是18天分享多一点 本期视频聊聊聊前段是这样我用的小米15pro 在正式聊小米15pro之前 先来说说这一代我为什么会用pro 关注我的朋友应该知道 前两代的时候我都是更爱用尺寸更小的标准版 这一代选择用pro主要就是因为它手感更好了 正面四微曲的屏幕搭配弧度处理的中框 让这款产品的手感比小米14pro强太多了 上一代小米14pro为什么尴尬 主要就是那款产品的手感太糟糕了 你重量和outra差不多 握持感还没有outra好 配置你还没有outra强 所以大部分人根本不会选择用pro的 而小米15pro大幅提升的手感 就能够让我去享受到pro机型在配置上所带来的提升 所以这代我就用小米15pro了 那小米15pro的整机配置给大家拉个表放在这里 我觉得新旗舰的大部分配置其实都没有什么明显短版 但小米比较牛逼的点就在于 大家都说对参数简单 但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会发现好像还是没有几个人能对得过小米 pro版也许体现的还不够明显 小米15标准版在这一代面临着明显更大的竞争压力 但配置上还是很能大 我说的没错吧 那设计方面前面提到了15pro大幅提升的手感 这部分我想更深入的聊一下 就是我认为从小米15系列能够看出来 小米现在是想明白了 小米的手艺团队其实是知道自己的设计能力没有那么强的 而且行业其实也过了需要通过设计来树立品牌形象的阶段 小米明白 我既然做不出一个有差异性且符合大众审美的外观设计 那我不如去做一个很安全且用起来舒服的外观设计 那整个小米15系列都是这个思路下的产物 它的背部很无聊 中框很无聊 正面也很无聊 但就是这么无聊的几个元素拼在一起 组成了这样一款 看起来它不出错且用起来很舒服的产品 体验方面 我相信大家对于澎湃OS2的体验是最感兴趣的 那新起点这个新字 80%也都来源于这个系统 我们之前其实做了澎湃OS2的体验 不过还是有非常多的人问澎湃OS2它到底没有提升 是不是真的变流畅了 在这里呢 我想请正在使用澎湃OS2的朋友弹幕或者评论先走一波 如果你觉得澎湃OS2相比于上一代提升很大 进口温一 如果你觉得提升一般般没有那么大 口感 我看看弹幕里占比是多少 我这段时间用下来的感受 就是负责任的说澎湃OS2并不是新机潮里 我用过流畅性最好的系统 但相比于小米自己 它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新企业 我用小米14 Pro时 着重吐槽了它软件体验 平时小料针太多了 进入复义屏会卡 小窗模式会卡 截图编辑一下都会卡 而且都是高频复现 很好抓到 而这段时间用澎湃OS2 我主要遇到的卡顿是相册 莫名其妙的会卡 这个我用的时候出现了344 如果说还有啥能提升的地方 就是我日常用起来 感觉小米的发射量确实要比一家荣耀高一些 剩下的基础问题基本都没有 所以负责任的说 日常流畅性方面 我认为现在的小米虽然没有卡路S15这么丝滑 但在我这已经过及格线了 用它当主力机并不会像之前那样很难受了 在功能性方面 其实我们之前在蓬佩OS2视频里也提到了很多 不过我这段时间用下来 我个人的感觉是这代蓬佩OS2主要的变化并不在功能性方面 包括AI场景落地上 小米的场景建议还是比较单一的 也没有像荣耀那种点单控制应用权限 包括关闭自动续费的花活 包括这次的焦点通知 其实也没有各家上导来的改变那么大 所以我认为这一代的软件主要还是查路不缺 但这句话放在这儿绝对不是一个负面评价 而至于续航和性能方面的体验 性能我觉得无需担心 我们测试的游戏表现都非常好 续航方面双卡 重度 抖音 微信 微博用户 能够从早上9点到晚上10点 主要今年的手机电池都太大了 动不动就6000mAh 有些机型的续航好会好到离谱 但哪怕是相对一般的也基本没有需要担心的 影像方面我觉得这一代相比上一代的小米期间来说 并没有特别明显的进步 标准版部分参数甚至有些缩水 虽然这一代Pro的长焦参数更好了 但是我前段时间看了几场演唱会 我感觉小米在长焦方面的表现 还是不如Vivo那么强势 尤其是面对拍影唱会这种场景 而且我用下来也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明明是专业模式固定镜头拍的视频 结果音频在过程中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变化 而且我拍了好几段都有这种情况 我不确定是Bug还是什么 总之还不如普通模式拍的问 大家如果长时间记录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 不过总体来说 我觉得小米15 Pro的影像还是很优秀的 我日常用的时候还是习惯全局EV降0.3到0.7 自动HDR关掉 出片率还是很高的 说了这么多 我相信大家已经能够从我的文字中感受到 我对这代小米15 Pro的态度 我认为小米在做这款产品的时候 就四个字 稳扎稳打 设计上不会大感 但手感上给你大幅提升 系统上功能性没有很激进的增加 但稳定性和流畅性给你很明显的提升 我觉得这个产品思路放在这一代的小米旗舰上 是没有任何毛病的 因为随着小米汽车的出圈 小米手机的关注度要比以前高很多 而且大家这几年对于小米产品的抱怨 其实主要就是集中在BUD以及流畅性方面 对本身的功能性 包括设计上其实没有特别多的抱怨 在这种背景下 小米选择稳扎稳打肯定是最安全的方案 在这个时候不犯错其实更重要 目前小米15系列的销量已经突破了100万 事实上也证明了这个产品思路的正确性 感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 感谢 另外就是说我们其实很快就破了100万 破100万的速度比上一代的要快 为什么呢 就是18天 做完这个项目 我还是会换掉小米15 Pro 但不得不说 相比于上一代产品给我留下的印象 小米15 Pro 是一款我用起来很舒服的产品 也是一款让我对小米会有更高期待的产品 总结一句话 这是一款解决了主要矛盾的好产品 OK 那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么多 我相信在看视频的各位 有不少都正在用小米15系列 你对于这款产品的体验感受如何 可以评论或者弹幕分享一下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请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我是JK 我们下期视频见 祝货好运 拜拜